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三十而已 我们统计一下啊 想打死林悠悠的有多少人 其实我相较于林悠悠来说 想打死的呀还是许幻山 只能说许幻山自己没把持住 浑身都是破绽 让人一下子钻了空子 林悠悠在游乐园实习的时候 就看见了许幻山 有一说一啊 许幻山这人长得确实不错 有板有眼的 而且这个穿搭呀 也实在是可以的 当时就让林悠悠眼睛一亮 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在相处中 林悠悠是知道许幻山有钱的 而且还有不少的钱 当时一个计策就上了心头 想努力加油当上富太太 而林悠悠的家庭 大家有没有想到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一来分析一下 首先啊 林悠悠的工作我们看了一下 一个在游乐园实习生 刚刚毕业 要说一般的人毕业之后 会在大公司投简历的 但是林悠悠没有 像是游乐园这种工作 一般啊 看的就是颜值 对于学历什么的 不会要求 况且林悠悠家中 是有权有势的话 那家人一定将后面的路给铺好了 进一个事业单位 或者是国企外企之一的 不会在游乐园 其二 既然林悠悠现在都是高级的一杯茶了 那想必家庭对她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常说从一个人的行为和动作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所受的教育是否是良好的 我们只说大概率的啊 一般来说你像杀人犯 盗戏犯 强奸犯这些 都和家庭或多或少有关系 小时候人格上的缺陷 家人的疏忽管教 家人没有长时间的陪在孩子们的身边 一般都会让孩子们有不同的三观 不同的认知等等 林悠悠这样的 我估计啊 就是家人没有交好 或者是说家人对她没有过多的管教等等 让林悠悠走了歪路 妄想通过一些不正常的举动 想要一飞升天 从这两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林悠悠绝对不会是很有钱的家庭 那许幻山估计要一脸的懵了 毕竟对于许幻山来说 林悠悠现在是自己心目中的小公主 可以放肆地大笑 理解自己 可以说自己在想什么 她都知道 许幻山估计一直以为 自己的小公主是个富家小公主 没有想到自己的小公主 其实是个高级的绿茶呀 顾家怕不是都要笑了 林悠悠和顾家怎么可以比得了呢 一个是拥有良好教育 成长的万丈光芒 有自己的事业 知事故而不是故 而我们看林悠悠啊 家人都不知道是怎么教的她 就这样的人 许幻山也是一时的心动 百分之九十的概率是会后悔的 所谓的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说的也是这个 林悠悠可以带给顾家的 顾家都可以带给许幻山 但是顾家可以带给许幻山的 林悠悠完全不能带给许幻山 再见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别忘了一键三连 再见 by bwd6